你怎么又来了 莫华 妈 你怎么又来了 看来你是压根没把我当做你的妈呀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啊 江大海她是个畜生 可是你也不能自己召见自己吧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说我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呀 你傻呀你 妈 我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呢 你不是看见了我这没什么事吗 我就是心里乱 你心里乱 我心里比你还乱 你知道吗 我一直不敢问 你为什么要自杀呀 为什么呀 有什么事啊 不可以商量吗 我跟谁商量 没有人商量 是啊 从小我关着大海 是我的错 我不对 这不是谁的错 是我的命不好 我怎么也得把大海找回来 关机呢 你不用打了 大海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开过去 小杨 妈 什么事说 你知道大海在哪儿吗 她应该回家陪王华吧 妹妹 王华她自杀了 她住地医院了 你说什么 王华自杀 是啊 你赶紧把她找回来 不然都妈妈都骑死了 都 妈 您别着急啊 我现在就去医院找你 姐 你好了 别动别动 你看看 班底都给招来了 你说的是叫什么话呀 妈呢 马上收拾东西先走了 你快坐下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什么时候也没聪明过 嫁给大海 不是一直都挺傻的吗 大海做得不对 可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啊 你说你真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跟我妈怎么办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其实活着跟死了 对我来说相加没什么区别了 可能死了还更好呢 死了就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你不许胡说八道啊 孩子的事情呢 其实我一直是反对的 可是你也知道 咱妈特别想抱孙子 但是对于这个孩子 妈也是不予承认的 可是要收复金利利需要时间吧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之前 你怎么就寻上短见了呢 大海人呢 我去帮你把他找回来 你别着急 他既然走了 他不会回来 宝华 别说这些了 都没用 大夫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今天就出院 那好 今天我送你回家 我哪里还有家了 王华 别这么说 回到家以后 我一定把大海给你找回来 钥匙给你到时候好 来 进来 王华 这东西我给你放这儿吧 来 坐这儿 姐 我没事了 你刚才不说还好多事没办呢 你先回去吧 别 我在这儿陪着你 那个你饿了吧 我给你做点吃的 真不用 姐 你放心吧 我一个人行 你 那你坐这儿 你确定 那你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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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过来 好吗 行 那我赶紧去 来 好好的啊 先走了 我也会 你跟着我 还这儿 这儿 是 对 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好 你就知道小杨啊 会把你送回来 来 放这儿吧 我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再买了一点菜就来了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你说我做什么呀 妈 真的 我不需要人陪 不用人陪 那莫非 我还得把这些东西再拎回去 您带这么多东西 要干什么 我想搬来住陪你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怕你再寻短见 妈 不用了 我一个人住着挺清静的 我告诉你啊 我既然来了 就不会再走了 妈 我现在 实在没有心情照顾你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我也没有老到 一定要让你照顾我的程度 我是来陪你的 那您多辛苦 我要是不辛苦 你再寻短见可怎么办呢 你这儿有吃的吗 冰箱里头 你看 你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 妈 真的 您不用操心了 我是你们的妈呀 对不对 我不操你们的心 我操谁的心哪 您到我这儿来 不就没有时间去看静莉莉了 你看 我就知道啊 你在这个事情上 你在怪我 咱们是一家人哪 我必须要管你 孟华 我真的不相信你 会放弃再寻短见哪 你这个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在你脸上 都写着呢 如果我真的想死 看 看 也是看不住的 随便你这么说吧 反正 我就住下不走了 你那大海一天不回来 我就一天不走 我得看住你 我要是看不住你啊 我就 让方叔来看住你 反正 你身边不能没人啊 我跟你说 这我给你帮给家 你不想打破 回来了 怎么样 来啊 哎呀很辛苦啊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哎呀下纲女工再就业又失败了 来免费送给你 你看 肯定是到哪儿哪儿拒绝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私生活太乱 人家怕把你招进去以后啊你闹绯门 人家哪受得了啊 江晓阳你好好跟我讲一讲 你这个八卦我特别喜欢听 那比一般的烂电视剧好看一百倍 讲讲讲讲 你闲着没事吧 找声打架是吗 跟你这样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能私生活不乱吗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你看这 我关心你你听不出来啊 用不着 关心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你还别说 我还真操心你的事 你想啊 你这种跑来跑去的 你找不到工作你怎么办 你说你这存款化网了 你将来怎么面对啊 大不了卖房子 卖了房子我住哪儿 你还住哪儿住哪儿 这儿凉会儿你住哪儿 江晓阳 你这虎落平阳还欺负人啊 没有道理啊 我的房子我做主 什么叫你的房子你做主 你别忘了这房子有我一半啊 你卖了分一半行了吧 那我坚决不同意啊 我不同意你卖不了的 咱这样啊 以后呢 你也真找不到工作了 没关系 我养着你 你养我 对啊 我养你啊 你想想当初啊 我当年一科大毕业的时候 也是倒酒找工作找不到 对吧 那个时候你给我做饭制 你养我了 那我现在呢 就应该点地之恩 将永泉相报 永泉 火鸟 等群 你 我 其中印尔 我 我 感谢观看 你做了我也不吃 我别忙了 做了也不想吃 什么意思 那个煤气没把你毒死 莫非你想在我的眼皮底下 绝食 活活地想饿死什么 我告诉你 你别吓唬人 其实呢 你不吃不喝 大不了虚拓 大不了再把你送到医院 去输血营养液 能顶用吗 能解决得了问题吗 你也是医生吧 你心里最明白是不是 妈 您为什么就是跟我过不去呢 我跟你过不去 你别跟我过不去 小祖宗 人活着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都跟您说过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了 您怎么就不信呢 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呢 你不吃不喝 你让我相信你的话吗 妈 我心里堵得慌 我实在是吃不下 你心里堵得慌 难道我心里头不堵得慌吗 我养了个什么样的儿子啊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你说说 我这个儿媳妇又要自杀 你说我这个老脸 往哪儿放啊 王华你想过吗 什么都别说了 吃点东西好不好 妈 我是散出心去 王华 我明告诉你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会不管你 你没有放弃你自杀的念头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吃吧 我的小祖宗 我一个老太太 这一天到晚这么精心地陪着你 我跑前跑后 买菜做饭你不要说别的 你就是哪款有一点同情心 哪款你知道我这点辛苦的 王华 妈求你 吃点东西 好吗 妈求你 好 来 来 伺候着 坐好啊 都是你爱吃 吃吧 我陪着你 我从小呢在美国长大 去年刚回国 我主要的特长是英语和营销 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单位离开了 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 这么说是私生活了 我有权不回答你吗 我们有权不屁用你 谢谢 再见 走 从美国回来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公司乱老男女关系我们都听说了 这孩子品质有问题 问得不说 太不常识了 就是 好 好 妈 我衣服的扣子掉了 咱们家的针线呢 别找了 找不到的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怕你自杀 为了呢 怕你自杀 我就把所有能够自杀的那些物品 剪刀啊 绳子啊什么的全都藏起来了 妈 您这样整天草木皆兵的 您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了 您知道吗 是吗 我告诉你啊 我必须排除一切的可能性 因为你太不让我放心了 妈 这几天您也看见了 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也没什么事啊 我不想自杀了 你整天这样 你影响了我的生活 可是我不信你 我不可能给你第二次自杀的机会 不然我这辈子 也不能够原谅自己 我不会自杀了 真的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阵子 想清楚一些事 如果您继续在这儿 您给我的压力很大 真的 说不准 我还真的想自杀呢 我胃疼啊 你竟然跟我这么说话 我真的是胃疼得厉害 你让我缓一缓啊 等我好了呢 我给您封口子啊 妈 要不然我给您倒点热水吧 谢谢 姐 您所拨打的订阅 您说 您是何人 您要叫我 您他人 您盯上 您所拨打的订阅 您所拨打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回去啊 我回不去啊 一步离不开啊 你看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老方 我找你干什么呀 你一点作用都不起的 非要回去啊 好 我试试看啊 好好好好 我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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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我的 毛花 那个 我不得不回去一下啊 不得不离开你一下 方叔来电话说家里有点事 我听见了吧 对对对 方叔又解决不了 就非要我回去不可 那我就回去了 饭菜我已经做好了 拿出来就可以吃的 你自己照顾自己好吧 一个人没事吧 没事妈 我老生没事 乖一点 快去 好吧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不会的妈 你快去吧 妈妈老了 老太太再经不起任何的折磨了 好吗 那那那我那我只好走了啊 好不好 那那我走了啊 好 那我就去了啊 你快走吧妈 我没事 自己照顾自己啊 没事啊 没事 关好门 好 喂 喂 浩羊立东物业吗 对不起 我撤销刚才的举报 是我弄错了 对对对 谢谢啊 老婆 回来了 发票找着了吗 没有 物业说不用 不用 那这物业搞什么乱呢 物业说有人举报 咱们没交物业费 还有地下车库费 咱家也没车呀 后来有人说 又撤销了举报 这是恶作剧 恶作剧 我也一头雾水 物业说没事就没事了呗 我就踏实了 你回来之前他们刚走 不行 我得给王华打个电话 知道了 这是王华打来的电话 骗我回来 那我得去找他去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这味道 还要挡死我了 还要挡死我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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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挡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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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瘦 屏 哎呀 哎 这怎么反锁门呢 开门 开门呢 对不起 你找谁啊 您好 我打扰您一下 我就是你们的邻居 对对对 我就是她妈 您知道吗 我这孩子她有点问题 她就反锁门 她不给我开门呢 您帮帮忙 能不能给我借一个锤子 好 您等着啊 我给您找找啊 好好好 行行行 谢谢您啊 别害怕啊 谢谢啊 王华 您要是不开门 我可要砸门了啊 我砸去锁了啊 好啊王华你 王华你骗我啊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呢 你看啊 王华 发发 王华 王华 这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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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海 莉莉 莉莉 你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电话里 听到老师火车的声音 我一猜就知道你在你哥们家 我实在都烦透了 你们都折腾我 就不能让我冷静冷静 想明白 想明白 你什么时候能想明白啊 等我想明白了我就快回去了 等你想明白了 什么都晚了 我孩子你不管了 王华自杀你也不管了吗 什么 王华他 不行 我得回去 不行 江大海 你先跟我说清楚了 你放手 我不让你走 我得回去 我得回去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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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бо 你们说 我 她会不会有事啊 妈 您千万别着急 没事的放心 寅大夫 有个急救病人刚到医院 可能要动手术 你去吧 那就去吧 你快点回来啊 行 妈 我先去了啊 别着急啊 走 大海 解放 是莉莉 你得救救她 里面是金莉莉 大海 你放心啊 王华在外科手术室 你赶紧过去 那 那这儿 这儿你放心 那好 解放 拜托你了 回去吧 妈 姐 王华她怎么样了 烈烈眼睛手术师傅 姐夫正给她做手术的 为什么胜出女子 怎么给你演着 妈妈妈 别急了 你跟她生什么气 妈妈 姐妹得怎么样了 在金莉莉没什么事情 不过 孩子没保住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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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千万别留情 妈 妈 妈 我帮你家家 妈是罗欣 妈 妈 这是罗欣 这江大海的就是罗欣的 是是是 是 你都死过一次了 你怎么还想死 您不敢救我的 我真的不想活了 真傻 真傻你 王华 金莉莉流产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她去找大海 结果摔伤了 孩子没保住 那她现在呢 还在手术室 没醒来呢 老婆 我回来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您 就原谅我这回吧 你 我不是人 我感谢 我祝货 我初成 我求求您 您原谅我这回 我发誓 我发誓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 天天什么的事 寸步不留 我以后才不够 我求你 你原谅我这个 我同意 你 老婆 这我不能离 你不能离开 我错 离吧 我敢 我敢还不行吗 我敢还不行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我不是在做梦吗 莉莉 王华 她同意离婚了 大汗 我们缘分尽了 孩子没有了 我们缘分也没有了 分手吧 走吧 别的 别的 好 现在 我们在做梦里面 做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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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华的情况 auch些没有 没有什么障碍了 但是呢还在医院 比较稳定吧 那金丽呢 金丽呢 孩子没有 命不好 行了 你也别想这么多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还是让大海早早地收心过日子 行了 行了 别提这些 吃饭 吃饭 哎呀 我这个儿子 真是的 他做什么事情不好 一定要惹这个事 你说有人一身嫂子 怎么能让人收心 这年轻人闹别扭 一时糊涂是有的 他们还年轻啊 我在他们那么大的时候 背着一个 抱着一个 那真是里里外外 无所不能 可他们呢 他们能做什么 太闲了 如今是看着我太闲了 非得闹出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 让我整宿整宿的 睡不着 他们算满意 你啊 就别操心 他们没事 你得找点事 他现在有事了 你又睡不着觉了 你说这小杨的工作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 父母怎么下去了 你说是吧 哎呀 这做父母的呀 最愁的就是帮不上人物的吧 是啊 能帮还得帮啊 谁让我 他是我的孩子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法多了 他要是能听我的 他不至于走到今天呢 再说了你儿子 方涛 他从美国回来也怎么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 没大没小 没身没情 是不是 想什么呢 这里也有问题 这方涛啊 我也管不了了 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意 我劝你啊 也别操这份心 随他们去 我倒是想管呢 管不动啊 听我的吗 不 吃饭吧 吃饭 吃不下了 你们好啊 张姨 张姨 你可有日子没过了 张姨啊 我今儿出来溜弯 路过你们这儿 就想进来看看你们 张姨 喝水啊 谢谢 谢谢 啊 谢谢 怎么了 房子出问题了 哎呦 你说点吉利的话 要这房子出了问题 我还能有闲心 出来溜弯啊 是是是 张阿姨 她不会说话 你以后啊 就多过来转转 我们看见你可高兴了呢 哎呦 那我看见 你们也高兴啊 是吧 哎呦 你们两个 这 喝了 这办公室挺大的啊 不觉得空的话 可不是嘛 这不是让张阿姨 请过来走动走动呢 是 我肯定会来的 不瞒你们说啊 我就是想呢 在你们这个小区里头啊 租一套底商 这事啊 那我帮你查一下 好 好 小刘 你把底上的资料 拿过来给张阿姨看一下 好像是有一间快到期了 商户要出租呢 哎 太好了 哪间啊 就是东腾临街的 临街好啊 有人气啊 张阿姨 您这是要做买卖 肯定要做买卖了 到时候啊 对你们也有好处 二位美女到时候 阿姨会给你们找对象的 好啊 好啊 我怎么给说漏嘴了 好了 我在这啊 给你们呢已经挂上号了啊 给我盯住啊 好啊 第一时间通知我 行 好吗 我帮您盯着啊 你有哪间要转租 我马上告诉您 好的 行 放心点啊 没问题 你用钱要出的 我马上回来 慢点慢点 张阿姨 我这一高兴你 小子 我猛的 你给我 走了啊 张阿姨就要走了 给我盯着点 不能给别人啊 行 所以你放心吧 我打电话啊 我等着啊 放心 放心 张阿姨慢走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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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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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晓阳 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一无所获 一筹莫扎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我听我朋友说了 有几家单位呢 想让你过去 但你非要带上我 咱们两个是 一条线上的蚂蚱 我怎么可能 丢下你不管呢 不是 晓阳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我是男人 我不想靠着女人活着 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你自己的生意 我会义无反顾地 去帮助你 但如果你是为了我 而限制自己的发展 我会感觉很内疚的 我说过 你是我的负担吗 但是我这么觉得 你怎么觉得是你的事 我怎么做是我的事 好了 我还得上网呢 不跟你聊了啊 这关系到你了 影响到我了 我就要说 你是因为我 才离职的 你怎么能说咱俩没关系呢 好了 你不是老说吗 牛奶会有的 面包也会有的 会好起来的 放心吧 不跟你聊了 晓阳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干嘛呀 今天晚上八点 你来我家的 欢迎两厅 你找到工作了 你别问了 到时你就知道了 很久不见了 到时都不打了 毕竟 你先关替我 他是正异法的 身体机 都不打了 rocar 剪腸 叙好 你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担心 我建议了 我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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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动 干吗呀 房套 除非是我让你摘 不然你不许摘 听见吗 你别闹了 行吗 我没闹 听话 别摘啊 来 把你左手给我 右手给我 来 先左转 起步走 左 右 左 右 左脚 右脚 不许耍我 我还生你气呢 要不然永远不理你 不会的 你放心吧 别说话 听我指令 左 右 左 右 立定 好嘞 可以松绑了 天哪 老头 你说咱们工作都没有 你也能记住我的生日 喜欢吗 喜欢 你怎么就插一支蜡烛 我难道才一岁吗 小杨 我们认识一年了 在我心目中 在你心目中 都是一岁 许个愿吧 好 我就祝愿咱们俩都能够 尽快地找到 趁心如意的朋友 走 睡吧 走 走 跟我一起吹吧 你摆着这个心里 还挺温暖的 爱谁呢 年华 小青年不香化 要浪漫回家浪漫去 没人吃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别跑了 我穿得高跟心 没人知道了 也许大概可能没有 对了 蛋糕没拿 行了行了 为了你这点浪漫啊 咱们俩都成了逃逸犯了 我敢保证 这个生日啊 你终身难忘 黄桃 你工作找得有眉目的吗 没有 我相信呢 面包会有的 牛奶呢 也会有的 你爸给我来电话 喂 方叔叔 小杨啊 今天是你生日 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 叫你回家吃饭 方叔 你跟我妈说 我都这岁数了 过了三十岁以后啊 就不过生日 过一岁老一岁 我就不去 去吧去吧 那你呢 别管我 没事 方叔 你跟我妈说 我一会儿过去 看你们老两口啊 好嘞 你妈还有高兴的事告诉你呢 快回来吧 好 我们等你 行 一会儿见面再说啊 拜拜 她下班就回来 我赶紧做饭去吧 你也跟我一起过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妈肯定现在还接受不了咱俩 今天是你的生日 要高高兴兴的 我去了 别出什么岔子 来了 来了 晓阳来了 晓阳 老师 晓阳 妈 我来了 来了 我刚才干什么去啊 好像跟人出饭了 你说 妈您能不能不一见我面 就跟沈文发人是 是的 你看你 晓阳刚来就问东问西 你让孩子先吃饭吧 你看看你方叔啊 把珍藏多年的这古井贡 看见了没有 都拿出来了 要给你喝呢 真香啊这些菜 香就多吃 我给你们做个汤给 别忙了 我听说 还有笔着香的呢 什么好吃的呀 什么好吃的 看看吧 我看 妈 来 您 您怎么把底商给租下来了 对呀 就把我们这小区的底商 给租下来了 租金都给了三个月的 您租这干吗呀 我干吗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只要赚钱就行 妈 我没当过个体户 我能干什么呢 你不是一个大老板吗 这就没主意了 您弄这么个小店铺给我 我真的没主意了 那我就帮你拿主意 依我说啊 你就办一个婚庆工作室 没兴趣 隔行如隔山 再说了 我对这一行一点都不懂啊 跟你那个销售啊 没有两样啊 你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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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销好了 然后决定结婚了 就开始呢 就说婚纱了 订酒店了 这个吧那个嘛 你说你能不赚钱吗 真行吗 哎呀 当然了 唐灯灯我就试试呗 哎呀 汤来了 哎呀 汤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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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叔快坐吧 别忙了 哎呀 多吃点 有好身体才能创业 哎呀 是是是 变方请 方胖虎晚 拿白朗柱沙滩 没有夜 边吹斜阳 只是边海蓝蓝 坐在旁边 一遍遍幻想 你这话 上六十七两对半 回来咯 回来咯 我跟你发的短信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为什么不回呀 回什么呀 也祝你生日快乐 你看 哎呀 这话怎么都横着出来呀 哎呀 看看你回来 宏观满面的样子 跟小情人约会去了 对不对 哎呀 羡慕嫉妒恨吧 那光杀了 我羡慕嫉妒恨 你有没有搞错呀江小阳 能晓得吧 我们医院里边那是有多少 未婚单身妙龄美少女女护士 那对我那都是垂涎三尺 我就是不肯轻易下凡 要不然那就跟金鱼缸里边 撒网 我想逮那条就逮那条 兔子想吃窝边草了 赶紧吃去呀 没人拦着你 还不是跟你学的呀 说什么呢你 不敢不敢 今天您是老佛爷 逗您开心还来不及 那还不赶紧跪下 就就就平身吧 那今天这是接了什么喜帖子呀 哎 小姐啊 哦 哦 哎 这什么意思你干中介呀 做什么中介呀 哎 这是我妈给我租的房子 让我开一个婚庆策划工作室 你觉得这事行吗 哎呀行是行 但是你就变成啃老族了 说什么呢 哎 哎 我妈开的是婚姻介绍所 我这个婚庆工作室 对她这个工作有继承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懂懂 嗯 都想好了 嗯 行 嗯 想好了我支持你 回头把我们医院所有的实婚青年 男女青年都弄到那边去 不去都不可以的 我张了这事啊 呦 您不怕您的鱼缸空了 空就空了 住人为乐了 好 小伙子 醒醒 小伙子 醒醒 回家睡去吧 天亮了 天亮了 你没家呀 拿着这医院当宾馆了 没家 让我说中了吧 哎 你说 如果被一个女人恨上了 那该怎么着才是好 是不是和女朋友打架了 老婆 这夫妻打架呀 床头打架 床尾和 没戏 怎么没戏呢 你看看你 年轻轻的 年轻人啊都这样 那要是被两个女人恨上了 那该怎么着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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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我都知道了 你说话可真灵 许个愿就能实现 我以后可就要拜你了 心想事成 男儿别拜我 拜我妈的了 你说咱们这个婚庆工作室叫个什么名字好 这起名字的事我可不在好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吧 又不能够太俗 而且呢咱们得起一个平易静人的 让别人一赶走进来的 一目了然简单明了的 这满大街的洋名啊 我也不太喜欢 给咱们中国人办事的地儿 就应该实实在在的 还是起个中国话的名比较好 那叫什么呢 这中国有句老话 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来到咱们这个店哪 更是有缘 要不然 叫原句怎么样 这名字好 我还以为你会起奥国相会呢 慢走啊 拜拜 哎呀开业了 哎呀就这样开业了 接下来干嘛 咱们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江泰翁钓鱼 院长上高 那可不行 咱们要打点广告 打广告 怎么打啊 往哪儿打 最起码要运点宣传海报之类的 贴在小区的宣传栏里 我觉得吧 咱们这个地方刚开业 实际上很多客员呀客户啊 主要还是得靠一些朋友亲戚 这样介绍啊 帮咱们一把才行 来 来来来来 妈您来了您怎么来了 开业了是吧 点灯放炮的都不知道通知我呀 我也算是投资人之一 没什么仪式 就点了点电子炮 来来来赶紧坐着 这拿的什么呀 来来来 给你们送饭来了 太感人了 拿您坐 这是有了员工了哈 把我就给忘了 妈 那 我们不是都在为您打工吗 阿姨 以后啊您是我老板了 每个月就不用给我放租了 就当是我上缴的利润 你别这么说 那到时候是 我占你的便宜 还是你占我的便宜啊 妈 您就别为咱方涛了 以后呢 我赚了钱全给您 您呢给我发工资 您愿意给我多少 就给我多少 我都啊批颠批颠的 当喜帖子是接着 这可不敢当啊 这到时候这本都回不来 还说我黑了心 贪这钱 对你们约束太多 对吧 再说了 你们也不会听我的呀 我们什么事不听您的呀 您看我们这日子 走到今天开这店 这不都听您的吗 我就是不信 我爸说 你要是听我的 你都不会让我这么操心 对 方涛啊 阿姨跟你这么说啊 这江晓阳呢 还是你的领导 这个工作室呢 这些事呢 全力地帮助他 阿姨 您放心吧 以后呢 我会把这儿啊 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犯盗 别那么卖力 尽心就行了是吧 不然的话你我不分了呀 是吧 那送过去了 送过去了 我那女儿 你那儿子今天够不死了 这话怎么横着出来了 你看我这当妈的啊 为了我的女儿投资创业 你说你那方涛 她怎么就又来了呢 她本来是因为她 而失去这个工作呀 她怎么又来搅和了 什么意思啊你说说 什么你闺女我儿子的 不都是一家人吗 一家一家人都气死人 好歹方涛是我亲儿子 对你也不错 虽说她跟小杨 闹出这么一处来 可都是他们孩子之间的事 你说你操内心干什么 是啊 你可以不操心哪 可是这家人的心 全都让我操碎了老方 这种事能说得出去吗 你说我这老脸 怎么贱人哪老方啊 再说了这小杨 简直是小祖宗啊 你说骂骂不得 亲亲不得 你说怎么办吧 我不跟你说了吗 孩子们之间的事啊 让他们自己弄去 咱不管 不管 不管他们得喝西北风了 这不是没喝上西北风吗 还吃着我做的饭呢 就你心态好 就你想得开啊 是是是 我心态好 我想得开我长命百岁 我一直伺候着你 我还得死在你后头 不能让你孤单不是 哎呀老方 快不得呢 我看你那儿子方涛啊 那油嘴滑舌 甜言蜜语的本身 就是跟你这儿学的 哎哎哎 他学会这些那会儿 他不在我身边 那也是你的遗传 是你的基因 那倒是 都是我不好 我不对啊 你呀 就跟那好豆的 攻击和趋势说 非得把对方打倒 才算消停 那是 我是谁啊 行了行了行了 吃菜吧 别凉了 被你的茶香给熏醒了 我睡着了 哎呀 你呀 是这几天累的 我睡了多长时间啊 没多久 也就一刻钟 你说 这开业没生意 不如回家睡觉去啊 哎呀 别这么想 咱们啊 开业才一个礼拜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只是暂时没有 我相信哪一定会有的 咱们走的是平民路子 就是让好多劫不起 但是还想结得有模有样的人 能结得了婚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啊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 什么叫伟大出自于平凡 对啊 伟大出自于平凡 有电话 有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远距婚庆工作室 您好啊 我想办个婚礼 我说您能不能不捣乱 你怎么就听着我的声音了 我嗓子都哑了你看看 那当然了 都听了你四十多年了 耳朵都起桨子了 我 我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 有经没喜 老妈 怎么了 没客户上门是吧 可能我这江泰翁诱饵放得不对吧 就没有余来呀 你看看你啊 说两句话都是丧气话 这不好啊 别担心 慢慢地等啊 妈不跟你说了啊 余桥这边游过来了 好好 个人来 来 妈 您怎么来了 送饭来了 我都说不用了 我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呀 那哪成啊 你们胃不好吗 你说 你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 老说胃疼胃疼的 现在离家又这么近 我又不能说看着不管呢 我得给你做点好吃的 给你养养胃 不然的话我心里不踏实 妈您看 这两边啊全是快餐店 我随便买点东西吃就行了 那都是地宫油啊 你吃饱了胃啊 会坏了身体那不好 行行行 我留起来一会儿吃行了吧 我现在再等个客户 这一开张就有客户啊 那当然了 是你的女儿能为客户 太好了 什么人呢 多大睡高 她说怎么办怎么办了吗 妈 这小两口啊陕西人 二十五六岁 男的好像是做公安的 女的呢服务行业的 只要有文化的地方 什么事情都好办 这两口子我见过 人呢看上去还行 可我说不上来 总觉得他们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妈别着急走啊 在这儿等着 帮我一起参谱 走 走 来啦 说曹坐曹坐就到 宋先生 宋太太 就等你们俩了 我们在家 赶紧去往这儿跑 这边坐吧 这边坐 好 行 请坐 请坐 坐坐坐 不客气啊 喝点水 别麻烦了 赶紧上来咱办吧 有没有用爱情商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宋先生 宋太太是做什么的 听说您是搞公安的吧 包奶 包奶 保安哪 那太太呢是做服务的 是 她是餐领服务员 是这样 宋先生您看 这些呢 都是办婚宴一些 比较好的酒店和餐厅 你们看看 你们想定在哪里 另外 什么时候 准备进行婚礼 我都是善喜人 当然想回家办私 回陕西办事 那你们应该找一个 陕西的婚庆公司 从这里庆不是有面吗 这 可是 对于陕西那边 怎么办婚庆 我们也不熟悉啊 不用熟悉 我们不熟悉 我们不熟悉 我们不熟悉啊 就上百十万号人 到时候咱们就从这里 请一个大私服过去 到俺那地方去拜留税些 看看 拜使者就成了 是说不够吧 你跟这做使人 俺得要说一消息嘞 俺那媳妇说的 那就拜食物庄 宋太太宋先生 是这样 照你们俩这么说 如果从这里 请个大师傅 到你们那边去 那费用可不低 且不说什么住宿啊 旅途费用 我怕人家未必去啊 那还蛮审兰的吗 那还有浑散 西装 这个呢 和我媳妇没人换物套 您看可慕哲 从早到晚吃一天 换物套可以了吧 不要太低的 是 不能太低 赶门的地方报寿 看不得人肉摟在外面 这是想转移地方是吧 都从这儿触发 是 全都从这儿走 搬三天 整整搬三天哪 对 那你们老家 在陕西什么地方 性感哈齿 坐长途扯 大概十个小时 快离搜 八个小时也就到脸 天哪 那 那你们这个费用预算 得是多少啊 这个数 五十万 不 五万 五五万 吃了那里 五千封定里 你这些是不是都 算在这个预算里头啊 是 宋言啊 我跟你说 我们这店太小了 刚刚开张啊 是不是啊 好像我们承受不了 你这个牌照 是他是的 你们这儿便宜 能办 仨都能办 那你也不能太离谱啊 是不是 那个宋先生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咱们应该再进一步 商量商量 就是商量商量啊 行了 不做了 你走吧 但是老伴使得可以商量 老板他说了不算 我是老板他妈 我说了算 走吧 不做了啊 谁莫名其妙 你才莫名其妙呢 你们别走 什么人哪我跟你说 妈 怎么了 还想做啊 就他那条件正常吗 可他们毕竟是咱们的 第一个客户啊 如果都您这种态度 咱们以后 一个客户都别接了 小杨 咱们只要开张了 他就有客户来 你这样跟他 不是浪费时间吗 他们俩的条件 是有点不靠谱 可是还可以跟他们 慢慢谈嘛 那您这把人又得轰走了 那还有什么可做的啊 妈 我不管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您现在不管了 您也别管了 最好把方涛长来就行了 我这亲妈都比不上 你这个外姓的兄弟了 您这又说哪去了您这是 你说哪去了你啊 我不管了 我走了 还不行吗 可是你有意思 有你这样的吗 我求求您 您走吧 您这还不跟我添乱呢 可是 我什么时候 让您的脚头好了 请不吝点赞 想说哪里 我才不是说哪有个心 他还能够 我们俩然去 拿个心 你不应该 obrig 我 你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短 打开看看 好 行 招财的猫咪 小猫咪 还真漂亮 你说她这个手 你要不动她是不是永远会在这儿晃 应该会吧 我想请问 这里是办婚庆的吗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你好 我姓李 姓李这里 想办个婚宴 明年吧 反正不着急 看你们这刚开业没几天 是是是 过来问问 您请这边坐 行行行 您呢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我都可以告诉您 来 李先生 喝水 谢谢 也没什么需要 也没什么特别的 结婚你们有经验 听你们的 那您的预算有多少 钱不是问题 主要是咱也不会也没结过婚的 总之 你们出个方案吧 我这个人比较懒 也不愿意想东想西的 你们出个方案 我看行呢 咱就这么定了 反正是时间也不是问题 钱也不是问题 那您就是没有任何要求啊 那您对酒店比如什么位置啊 或者什么档次什么价位 有什么想法呢 真的没什么要求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 我也不愿意把大家 框得那么死 你们决定就行 李先生 我真有点不太明白了 您说 恕我直言啊 你看 我们这个婚庆公司呢 刚刚开始又这么小 您呢 又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客户 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钱又不成问题 那放着外面那么多大的 有经验的婚庆公司 您不找 为什么单单找上我们这间呢 真没想到你说话这么实在 我就看中 你这小公司刚刚开业 刚开始创业都比较努力 你比那些大公司实在多了 那些大公司呢 还电打还气客 再一个我喜欢你扁上两个字 你看 聚圆聚餐 圆聚的两个字 不过您这点倒是说的对 我们刚刚开张 我们肯定是非常实在 价格呢 也非常实惠 是是是是 李先生 我们能看看你的新娘子吗 你看 我从公司过来 她也不知道啊 这样吧 你等下次 下次我给你带过来 行吗 行 这样最好 你这需要留点丁金啥的吗 不用 暂时不用 这样 我们先为您设计一个婚庆的方案 到时候方案设计好了 我们就打电话通知您 好好好 这是我的名片 好好好 您放心吧 那就等你们电话呗 好 好 那就不打交你们了 我走了 慢走啊 好 那欧了 慢走啊 好 再见 拜拜 孙总 慢走 找菜猫 这找菜猫还真灵啊 我一路上回来 我就想应该有好事了 你看小猫 小猫 小猫 太可爱了 你看 新客户 这来头可不小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不光人好 而且还特别大气 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 你看着办 太好了 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赶紧说 哎 妈 你说咱们这个婚庆工作室 一开张就有这么好的客户 这是不是预示着将来咱们的生意会 红红火火呀 不过呢 你还不能让人太破费是吧 你强调一点经济朴实啊什么的 这样人家会高兴的 哎呀 妈这个您放心 虽然这个客户说钱不是问题 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一定啊少花钱多办事 还指望他将来给我介绍新的客户 要不你看上次我把那客户轰走了 你还不高兴呢 其实呢从中呢你可以接受经验教训的 你看现在你全懂了吧 有 要不然怎么您是董事长 我是CEO呢 我只能当总经理啊 我呀永远得听您的 哎呦真是蛮厚薄 你那嘴还厚甜 我们订的呢就是这家酒店 在东四环的边上 但是他们的唯一问题是到十月份才有空 您看十月份行吗 十月份 挺好的 挺好 哎呀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会委屈你太太了 十月份天气有点凉 她穿着婚纱呀 有点暖 她没问题 她人都是我的 我说得算 好 那行 接下来呢就是拍婚纱照的事情 如果你们在本地拍呢随时都可以 如果要想去外地拍一些外景 那就要等到下个月了 这个 你说的算吗 李先生 别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月组带袍 还是您定吧 这本事拍呗 那好 那我们定下星期一怎么样 行 您再看这个 这个是婚宴我们的安排 一桌呢十个人的份额 标准是三千块 行吗 行 那太好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这个婚纱礼服 给您三种选择 要不然呢就去婚纱店去买现成的 这样比较清细实惠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到那些摄影楼去挑一套租来 再有就是量身定做的定制法 您看您选哪一种 你比较推荐的是哪个 如果在钱方面您没有太多顾虑的话 那我觉得量身定做那样比较好 因为一辈子的出身大事嘛 行 听你的 好 我们说走了 李先生 您还没有试这拍照用的西装呢 你看我忙你了把震夺 这两个哪个好 您手这家里挺好啊 哪家啊 这家 江总 我还有工作我得赶紧走了 好 我的婚事呢就全全拜托你了 不敢的行 那江总 好了 好嘞 那白了 慢走啊 好嘞 好的啊 好好好 有事我打电话再跟你联系啊 好的好的 慢点啊 好 拜拜 来 绝不觉得有点奇怪啊 对啊 说这么好的客户让咱们赶上了 可是我觉得这是他们一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怎么可以什么事都没问题你定吧 我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呀 是起人忧天了 也许咱们碰到好人了也不一定要 你注意到没有啊 李先生跟李太太好像根本不交流 他们俩看上去这有点不太像夫妻 别到说他们这婚礼出点什么问题 那可就麻烦了 别想这么多了 现在问题是把眼前的事做好 这有生意做是最好的 做事 你看妈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证明你还是很惦记大海的 对吧 不是惦记 我是怕他出事 他要是真出事了 妈和小杨怎么办呢 你先别管妈和小杨啊 如果大海可以回心转意的话 回心转意也没有用 别人咬过的苹果你还会要吗 那要看谁咬过的苹果 谁咬过的都不行 你这个比喻啊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恰当 如果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家 如果江小杨他可以回心转意 他可以回来 我相信我 我会接受这个事实的 江小杨跟江大海的情况不一样 江大海是在我们的婚姻里出的鬼 这叫欺骗叫背叛 江小杨是你们离婚之后才跟方桃好的 这是人的自由 再说了 你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呢 我们有什么呀 那得也是啊 孟华啊 我 我觉得呢 我们家的事情暂且不谈 好啊 我是觉得大海如果回心转意 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这毕竟一日夫妻 百日恩 行了 你快去找江大海吧 好 他不在医院啊 肯定又去酒馆了 太了解了 哎呀 孟华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好吧 嗯 我一定把一个完整的大海给你带过来 我做到人之一经了 别的事 我不管 好 姐夫 我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叫你姐夫了 但是 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我都记在心里了 哎 孟华你不要乱讲话啊 你就好好养病就好了 啊 我 我现在就去找大海啊 快 你放心 放心 李先生 这个呢就是 你们举行婚礼的那个酒店 五星级的啊 那是买衣送衣 新娘子呢可以在那边 更换衣服啊 休息什么的 行吗 行行 你定就行了 李先生 因为咱们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呢 我们都希望 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提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 真的 你们做得挺好的 你们每一个安排 我还都挺满意的 我的婚事 你就全身做主吧 李先生 我们特别感激您 对我们的信任 可是 这毕竟是您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 对吧 所以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一个 非常难忘的婚礼 您必须提出您的想法和看法 我真的没什么想法 而且你们每一个安排我都特别满意 钱不会少给的 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 我们需要跟您沟通 需要您的配合 真的不用的 你就放手去做吧 你这决定 我不会不满意的 这样吧李先生 既然您对您的婚礼也没什么要求 又这么随和 那 我想不如给您一些大胆的建议 您感兴趣吗 您说来听听 好啊 您看 您跟您太太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就要有点年轻人的特点 婚纱照就不要在本地拍了 去那个普吉岛 对对对 你应该知道 普吉岛是很多电影明星拍电影的地方 你跟你太太在那拍上一组婚纱 那将是终生难忘 而且顺便也可以把蜜月一起就度了嘛 对吧 这个想法挺有道理的 行 还有 我觉得这个酒店呢 可以画叉子了 不要 再怎么说酒店也得花钱呢 不如啊 把中心公园给它包下来 对 那个 来一个野餐 请大师傅在那边都做冷餐 主持人也不要了 你跟你太太 咱们搬一台卡拉OK机 你们两个人主持 随主持随唱歌 互相表达彼此的感情 这样都好啊 多么有心意啊 对吧 这个也挺好的 我太太唱歌挺好听的 还有 我们订的那些花啊 玫瑰啊百合啊 用俗 咱们不如啊定一些月季 经济实惠 大栗花或者是串红什么的 总之 你看那个国庆啊 天文广场摆什么 你们的婚礼上就用什么 这个也挺好 把我结婚不跟国庆一样了吗 对对对 有国庆的规格 这更高档了 先生 既然您对我这些更改方案 都这么满意 那我们就找手去做了 不过这个开销 也许会不回忆 我都说过 钱不是问题 我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同歉 那既然您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很高兴为对付 好 那就等你们电话呗 黄涛 还不送送李先生 好 来来来来 包着你 白了 慢点啊 你跟他赌什么气啊 我没赌气 你看他多乐意啊 哪有这么办婚礼的 人家客人乐意 咱们有什么办法 我看这个李先生 什么都听你的 不对 我看不是我有问题 就是他脑子出了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你说得靠谱了 这个李先生肯定有问题 这样吧 事照办 钱照收 反正咱们里外都不亏 这钱啊 赶紧拿去银行验证一下 别是假的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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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